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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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各位來賓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時間過得好快 今天已經是我們2016年春季展望系列的第一期展望演講了 今天是呂勝仁老師 然後下個禮拜是高中全老師 這一季的春季展望就又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好高興今天我們安排呂老師跟大家講的是 高馬的最新進展 我相信很多我們的來賓應該都在過去聽過 L馬這個智力高原上面 全世界現在算規模數一數二的大型天文官司設施 但它不是可見光不是紅外線不是紫外線它是無線電波 大型的陣鏈擺在智力的高原上面 我們在News98的節目裡面 主持人張大春先生把L馬叫做阿嬤 因為她非常大 但是呢 Alma的最新的進展跟研究的成果 常常令人驚訝 因為她在無線電波的波段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可見光波段裡看不到的遊戲 在行星跟恒星形成的領域裡面做了好多貢獻 上一回我們請我想請問一下 在座的來賓曾經聽過呂聖元老師上一次演講的請舉手 有嗎 OK 好 那就顯示大家 舉手都顯示大家對這個展望演講的忠誠的程度 做得好玩的 我問一下呂老師她說上次是2008年的時候來的 2008年 2008年 所以這是不知道幾個政黨問題以前 08年到現在2016年了 原來的L馬在大家只是一個夢想跟理想的狀態底下 到今天已經是實際可以運作的一個環境了 高度也是在5000米以上 就像我們到了西藏去做天文台的高度 差不多 但是呢 那個地方是集世界各國眾人之力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環境 所以待會兒我想除了科研活動之外 倒很希望呂老師也能夠分享一下 在智力高原上實力看這個環境的感覺 好 那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呂老師 也謝謝各位今天的出席 我本來想說那一場大雨 突然的一場大雨會打亂那個大家的行程 跟打散大家的性質 結果還是一樣滿長 所以代表那個孫老師的演講系 一直都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成功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這個意外不意外 從這個阿瑪的新發現來談太陽系的起源 但太陽系只有一個 我們也沒辦法把那個時間倒轉 所以我們真的能夠看到的其實是一些 其他可能會產生行星系統的一些天體 那從了解那些天體 從了解那些天體我們來想想說 那太陽系可能是怎麼來的 我的名字叫做呂聖元 我是在JR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所有研究所工作 好 那所以這個題目其實就從這一張封面圖就看到 這張封面圖看到了兩件東西 一個下面這個就是阿瑪還是阿瑪還是什麼 其實那個天文館 那個就是台北天文館他們有問我們說 你們這個阿瑪到底要怎麼翻譯才好 所以今天各位如果想到好的名字也麻煩 就跟我們建議一下 這樣子以後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官方正式的說法 因為阿瑪聽起來還是有點怪怪的 那我想說阿瑪可是這個有些人又不會翻那麼 就是音不會那麼圓 所以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好點子 那所以底下看到這個就是阿瑪的望遠鏡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像一個影子的照片 那上面看到這個呢就是一個正在可能形成行星系統的一個 一個形體 OK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 其實是源自於基本上從這個來講 就是專案研究院在我們在這個天文所在這個103年 大概一年半前11月 發了一個新聞稿 這新聞稿就是寫這個最新阿瑪這個超高解析度影像 來接觸這個行星搖籃的細微面貌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阿瑪這個陣列 這個叫做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and Semimeter Ray 或是我們翻作 Atacama 大型毫米以及糙米波陣列 發現在這個一個 年紀約一百萬年的年輕恆星 叫做HL Tau 這個周邊看到了一個現象 那這個現象可能代表是 就是行星正在形成這樣子 那在這個演講裡面呢 我大概就是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到底阿瑪是什麼 包括他建造的這個一些很簡短的過程 跟他的目標 然後呢再介紹這個 我們利歐阿瑪研究的對象 特別是這個孕育行星的搖籃 也就是所謂的圓恆星盤 那這個包括了這一張 就是這個所謂HL Tau的觀測 還有我這個題目到底在說什麼 什麼什麼意外不意外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好 所以阿瑪它是一個望遠鏡 那它這個計畫的發想呢 其實是非常久之前 這是在這個1980到1990年代 就已經開始構想 那在這個1980 90年代 在這個時候 包括美國歐洲還有這個日本 這幾個國家或是幾個區域呢 他們都一直在 就是興建這個望遠鏡 特別是無線電的望遠鏡 那無線電望遠鏡 其實你可以觀測 所謂電磁玻璃不同的波長 那當時完成的大概就是以 完成這個所謂波長大概是幾公分 數十公分到所謂的毫米波 毫米波就是一個毫米就是0.1個公分 這樣子波長的無線電 所以我們稱之為無線電波的望遠鏡 那這個其中我就把一些照片 放給大家看一看 所以這包括像是在這個 美國國家無線電波天文台 在西墨西哥州有一個這個叫做 Very Large Array 就是超大基線陣列 它是由27個天線所組成 每一個天線的直徑大概是21公尺 那他們在這個亞利桑那州 有一個12米的望遠鏡 那這個VLA它是 這個VLA它是觀測公分級的 那這個的這個無線電波 12米的這個呢 是觀測這個 差不多是毫米級的無線電波 那另外在這個美國的加州的 不同的加州 美國這個學校的系統 包括像是加州理工學院 他們在這個Owen's Valley Radio Observatory 這邊也興建了一個這個 六座天線的毫米波陣列 還有加州伯克萊大學 伊利諾大學跟馬里蘭大學 他們三個學校也合作 建造了一個這個 在北加州的叫做這個 Berkeley Illinois Maryland Association Array 這個BIMA Array 那我正好那個 做論文是在這個 在這個加州 在這個伊利諾州的這個香檳分校 那後來做這個博士後研究 就到了這個加州理工學院 所以我正好都有用到這兩個 旺盡的系統 那這個是在美國的部分 在歐洲的部分呢 這個由這個德國法國 這個西班牙這幾國呢 他們共同合作建政 就是設立了一個這個叫做 Institute for Radio Astronomy 那他們在這個法國 這個Platio de Brewer這邊 就設立了一個 也是叫做這個 毫米波的interformator 就是有6座15米天線 所合成的一個望遠鏡 那另外在西班牙南方呢 有一個這個30米的這個 毫米波的望遠鏡 那在日本呢 他們在這個野邊山天文台這邊 建立了一個是一個45 直徑45米的這個單天線望遠鏡 還有一個毫米波陣列 包括123456 六座天線的這光眼鏡 那所以利用這些 他們可以觀測一些 所謂毫米波次毫米波發射的天體 特別是這個星際空間的物質 所以呢 在他們完成這些 大概就是80末期 90年代初期 他們就希望能夠規劃 下一代更大規模更先進 然後要挑戰一些更新的課題 看一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現象 那你需要看一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 更尖端的課題 一個你就是看得更清楚 一個就是看人家沒有看過的波長 所以呢 你要嘛就是要把天線做更大 要嘛就是要把這個波長 換到一個從來沒看過的波段 那個就是到了 所謂比毫米波更短的 叫做次毫米波 就是比0.1個公分 或是1毫米更短的這個波長 那當然我們要蓋望遠鏡 第一個就是要先想想 我們要看什麼東西 我們要研究什麼樣的課題 那這幾個國家的這些科學家 基本上有這個共同的想法 所以Alma的主要的科學目標 其實這三個科學目標 真的科學就是頭兩個 那這兩個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要看所謂星系 怎麼樣的星系 不是那種很特別很大很亮的 而是是跟我們說 本身所處的銀河系差不多的星系 但是不是在我們旁邊 而是在所謂紅1等於3 或是說是相對於我們目前來說 宇宙年齡的大概六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久遠以前 那些微弱的星系的 的那個的裡面的物質 那主要是什麼 是它裡面的什麼氣體 氣體包括了液氧化碳 或是所謂游離的原子碳的補線 那測量氣體的這個輻射呢 我們可以推斷說那邊 在這麼早的宇宙年齡的時候 星系的內部是長什麼樣子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測量這個距離地球 比較近的分子雲中 圓恆星就是要形成恆星的一些雲氣 還有它們周邊的這個所謂的圓恆星 或是圓形星盤 它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要了解的是 像太陽的這樣的星星是如何誕生 然後這個太陽星星這樣恆星周邊 如果它們形成了行星系統 又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問不管是第一個問題或是第二個問題 它們在問的就是太陽怎麼來的 星系怎麼來的 甚至宇宙怎麼來的 所以呢 其實呢 最終都是要追尋什麼 追尋我們的 在宇宙中間的地位 我們的起源 那這個在這個 A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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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它的網頁上裡面就有一個這個 就有一段 一小段這個slogan 叫做In Search of Our Cosmic Origins 就是要尋找我們宇宙的起源 源起 OK 那另外有一個第三個這個呢 就是要 除了這兩個以外 什麼東西我都要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它只是說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我們記得這兩個 那我們今天講的課題呢 主要就是專注於這個第二個課題 好 所以 一旦我們訂定了我們的科學的目標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設計我們的網頁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經過計算發現說呢 第一個是 各個國家他們一開始都提出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美國國家無線電波天文台 他們提出了一個要蓋一個叫做毫米波陣列 那這個在美國這個每十年當初1990年代時候 每十年的這個所謂每十年的就是 天文界的這個互相的這個計畫的評審裡面呢 獲得了大家的支持 歐洲想蓋一個叫做大的毫米波整理 Large Millimeter Array 那日本國家天文台想蓋一個呢 不但大而且還要能夠看四毫米波的整理 叫做MSA 但是大家回去算一算呢 都發現這個東西沒有這麼簡單 計畫實在太龐大了 理想實在太高了 所以要花的錢也很多 所以呢無法用一個國家的國力完成 所以最終呢就決定說 好那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在這個1999年呢 北美跟歐洲他們簽約 那本來日本也是要加入 但是日本那時候經濟上 國家的這個政策跟經濟上有點就是困難 所以他們後來到了2006年才又加回 才正式又加回 好那台灣是從 所以這個國際計畫呢 總共耗資建造是10億美金 300億左右台幣 那台灣也有參與 那我們是自這個2005年開始參與 好了所以如果有錢了 然後有人了 有目標了 再來就是你這個望遠鏡要蓋在哪裡 那就是要幫望遠鏡選紙 那實際發生的順序不是這樣子 但是他們就是這些天文學家呢 其實在從90年代開始 就是在找地方 那我們就直接回到 走到他們的最後選到的答案 就是智利 好那選紙的這個條件是什麼 就跟中國一樣 選紙就是風雪要好 好 OK 風水要好 那在天文裡面風水要好是什麼意思呢 我在寫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風要少水要 風要小水要少 OK 好那一個風為什麼要小呢 因為你望遠鏡應該在那邊風一大一吹 晃來晃去你就看不清楚了 對 這個很簡單就可以理解 那水為什麼要少呢 當然如果你是光學望遠鏡 你就不希望下雨嘛 你一下雨這個天氣不好 那個望遠鏡的門就不能打開 你就不能看 那在無線電波的波段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通常無線電波其實是下雨天是可以看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呢 是一個示意圖 這些代表的大概是光的顏色好了 你就把它想像是光的顏色 從這邊可能是可見光在這裡 這邊是屬於紫的方向紫外光 這邊是紅外 到更長的波長是無線電波 所以底下這個橫的方面表示呢 就是不同的波長 從可見光往短波長延伸到紫外光 往長波長延伸到無線電波 那在這個我們的這個地球大氣呢 有兩個所謂的窗口 它是透明的 透明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直接看出去 或是說天體外面射的光 可以直接完全穿透 那個一個就是在可見光 所以我們站在地表上 就可以看到星星的光 星星的光可以進去 我們攝影到雷射也可以衝出去 另外一個就是無線電波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所以這兩個波段呢 其實是地表上這個天文發展最優先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直接在地面上蓋個望遠鏡 蓋個鏡就可以看 對不對 如果你像要到紫外光呢 基本上你就要都放什麼 放這個衛星到太空中才能夠看 因為它這些光打不到我們的地表 OK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毫米波呢 也大概就是在這個所謂的微波再短一點 跟這個紅外光的中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光這樣子從外太空打進來的話 是沒有辦法到地面的 那沒有辦法到地面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被空氣大氣吸收了 那大氣裡面什麼東西在吸收這一些光 從這個紅外到這個毫米波 甚至到這個微波就是公分級的呢 主要就是空氣中的水氣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氣體成分 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水氣 所以你需要在一個地方非常乾燥 水氣非常少 特別是你從你站的地方 你從你站的地方往外看 往上風看 看到的空氣越稀薄 水氣越少就越好 所以代表你要怎麼樣 你要往越高的地方 越乾的地方走 OK 所以這個是風要小 水要少 那你就是往高海拔的地方走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就選到了 或者說天文銜家選到一個地方 就是智利 OK 智利大家可能想到 有這個美好的復活島 那這個不是我們選的地方 因為復活島是在海平面 OK 所以智利在南美洲 那選到的地方呢 是在智利的北方 海拔5000公尺的高原寒墨 所以這邊是南美洲的地圖 智利的首都是聖地雅各 那它是一個非常狹長的國家 在這個太平洋的東岸 等於是我們的 有點像我們的對面 那如果是開那個APAC 其實他們應該也是一個 一個會員國 那它的北岸呢 在北邊這邊 靠近波利維亞的這個 這個邊界附近呢 這邊有一個地方叫做這個聖佩濁 OK 那這個地方大概是2450公尺 那從這個地方往山上走 大概3000公尺到5000公尺 這個5000公尺的地方 這個海墨呢 就是阿瑪要放的地方 那我在這邊呢 把它的這個精度跟緯度列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有沒有聯想到什麼 你算一下 這個是南偉23度多一點 然後這個是西津67度 所以它的地球另一端呢 大概就是北偉大概23度 然後呢 東津呢 大概就是122點多度 北偉23度 東津呢121點多度 這個呢就是地球另一端 這大概就是台東成功三仙台附近 OK 所以如果你從三仙台那邊 繼續往東走 再走個大概50公里 然後呢你在那邊開始鑿 一直鑿 鑿 鑿到另外一邊跳出去 就在這裡 OK 那我們高中的時候有算一個題目 就是把地球鑿一個洞 然後算緊急的正當 我們知道現在的學生 還能夠算這個題目 那你從這邊掉下去 然後到那邊跳出來要多久 多久 有人點頭 大聲一點 40分鐘嗎 幾分鐘 我已經不起來了 我忘記重新一分鐘 你說40嗎 41分鐘 OK 所以你就從那邊跳下去 然後到那邊快到出口之後巴住 你就不要掉回來 爬出去就好了 太快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從台北坐飛機 要到那邊去觀測 就到那邊去實際 從事這觀測活動呢 從進門 出門到進門要48小時 OK 你要馬就要從日本 飛美國 然後可能飛聖利亞哥 然後再往 從聖利亞哥往上飛 飛到卡拉馬 再坐車一路坐上去 這樣子 要馬就是從台北飛 可能往南飛飛到 譬如說 紐西蘭或是飛到澳洲 然後飛到智利 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真的能夠打個洞 那就很方便 好 所以5000公尺的高原寒墨長什麼樣子 這個東西可能不work 所以可以 好 至少他有顯示出來 這是一個網頁 那我要秀這個網頁的目的主要是 他是什麼呢 他是叫做這個 Beyond Marathon 就是馬拉松 各位可能聽過那個超級馬拉松對不對 超級馬拉松其實都包括一個那個四大 四大沙漠的馬拉松就是這一個 OK 四大沙漠馬拉松包括了大哥壁 然後還有南極 還有一個是什麼 沙哈拉 還有一個就是 Atacama Crossing 就是現在網頁 現在網頁顯示出來的這個Atacama Crossing OK 所以如果我往這個網頁往下走 我看看 好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路徑 另外我剛剛跑那個網頁他有 他有顯示路徑可是那個他的網頁設計 我沒辦法拉出來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剛剛有說一個城市叫做Saint Pedro 就是聖佩佐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 那個 Atacama 就是這個Atacama 這個 沙漠上的這個 競賽呢 基本上就是從 他在Saint Pedro的北邊這樣跑 跑 跑一圈 250公里 OK OK 那這個是Google Map OK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看Saint Pedro附近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待會還會看到一些照片 好 所以這個是 你剛剛看到這邊是Saint Pedro 基本上他們都 其實選手就會住在這邊 所以我們沿著這個公路往下跑 這邊你就會看到 欸 這邊好像一條路有沒有 我們就沿著路走走看 然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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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 哦 會自己跑出來 Alma Radio Telescope 回去你們可以自己玩 wow 有沒有看到沒有 沒看到了 我已經已經了嗎 OK 這個就是 Saint 這個Atacama 这个高原上的 所以这一条路呢 就是我们要上山的路 那待会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这边 为什么这条路这边特别 有一个好像平地的地方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地图看到的 3000公尺的叫做Operation Support Facility 就是5000公尺的地方是放天线的 可是那边真的很难住人 所以主要的操作测试跟人员的办公或是住宿 都在这个3000公尺这个叫做Operation Support Support Facility这边 就是后勤支援中心这里 OK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所以刚刚提到了 我们要盖的是这个Alma 它是这个是史上最大的地面望远镜计划 是这个10亿美金的资金由国际各国来合作 它主要要盖什么呢 盖在这个智利5000公尺高原呢 由至少66座天线所组成的阵列 那这包括什么 包括这边有50座12公尺直径的天线 另外这边有4座12公尺直径的天线 还有12座7公尺直径的天线 所以50加12加4就是66 原来要盖到80后来钱不够 就只先盖66 所以叫做至少 因为如果以后还有钱就可以盖更多 OK 那你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 好像这个插动车一样 把这个天线插起来用来运送 望远镜用的 那这个你看得出来 这个是电脑画的不是真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可能再稍微讲一下 就在5000公尺呢 这个它是 这个地方是属于就是地球上最干的这个地方之一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水要少 所以在5000公尺的地方呢 主要是放置望远镜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technical building 这主要呢是一些就是 一些相关的这个 侦测仪器的办公室 那人呢 当然很难在5000公尺生存 不过 不过那个孙老师很辛苦 每次都去 西藏也还适合可以的 身体要很好 那我们呢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3000公尺这边 做所谓的远距观测 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Operation Support Facility 在3000公尺左右 所以到高海拔的这个困难的工作环境 困难在哪里呢 困难就是你会变长成这个样子 OK 好这个这个其实不是在Alma 这个是在我们另外中原院听闻所的一个 叫做Sublimited Rate 夏威夷的四毫米波阵列 那它是在夏威夷山上的4000公尺 所以当然不是你上山人就会长成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带一包点心上去呢 它就会被碰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上面的气压很低 OK 那这个当然你要是带到5000公尺一样 那像我们以前在去SMA 就是这个四毫米波阵列 从夏威夷海平面买了点心开车上山 有时候你开到一半突然就砰砰砰 那怎么回事 是爆胎了还是什么 其实就是涨破 后面的那个点心涨破了 OK 所以到高山上呢 我们主要是在这个位居海拔 大概2900公尺 3000公尺的后勤支援中心 你刚刚在Google Map上 其实大概已经看到过 它就长这个样子 OK 它包括了一些这个厂房 天线组装的厂房 然后这个是控制的 这个办公室 还有一些宿舍区 OK 那这张照片其实是在这个 整个阿玛建造的这个过程中拍的 那包括这三区 其实是美国组装天线的厂房 日本组装天线的这个厂区 然后这个是欧洲系统组装天线的厂区 好 然后呢 然后组装好呢 就先送到这边来做基本的测试 测完了再送到这上面来 再做这种所谓的干涉仪的测试 测好呢 再往山上送 OK 再送到5000公尺 那 这个是我去年 前年年尾去年出去 所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山上 3000公尺 好像没有什么声音 不过 OK 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 这下面是那个刚刚的宿舍区 这边是场 就是这个观测站的路 那你这一头看到的这个 这边山上这些白白 其实就是到时候上山的路 OK 然后这边是刚刚看到的 这个是加油的 然后这边是办公室 OK 那 转回来 你看到下面呢 就是很干的所谓的烟湖 Soul Lake 那刚刚讲那些马拉松的人 就是在下面痛苦的跑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在这个3000公尺 这个OSF的景象 OK 好 好 那刚刚提到这个天线 弄好了就要送上山 那当然你不是用人台的 他也不会自己走 所以你就会放到这个车子上 这个是 这个照片是这个 Alma 他第一支天线盖好 然后用这个运送车测试的这个照片 那这里面有很多精密的仪器 所以这个车子你看很像那个 以前如果你看 那个美国太空总署NASA 运送那个火箭 阿波罗 有没有就是这样子 底下一大堆履带的这种轮子 这样子把它撑上去 那因为有很多精密仪器 所以跑不快 每小时跑大概5公里 是极限 不是说他不能 车子不能跑快 是跑快这里面晃动太厉害 可能仪器就坏了 OK 那 从这边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3000公尺到5000公尺的距离 大概就30多公里 40公里 所以你想想 每小时5公里 就代表你送一次天线上去 所以就要花一天的时间 就是让他这样慢慢跑上去 OK 所以我们就看看 这现在我要 你有这个车子 有好处就是你就放一个GPS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车子在哪里 你就开始记录这个 然后你在这个天线上 你可以放一个GPS 你就知道这个天线在哪里 然后就可以记录这些天线 是怎么跑的 那下面要放的这个影片 就是这个 大概是2009年开始记录的这个天线 怎么跑到山上的过程 好 一颗一颗天线往上跑 所以这个是从山下 跑上山以后呢 在这个山上的这个 所谓阵列基地里 一个一个被摆上去的 这样子 现在是跑到2011年 从2009年开始算 跑到2012年 越来越多 好 一个一个天线都盖好 然后仪器都装好 就送上山了 然后大家拼命送送送送送 送到2013年3月OK 2013年3月呢 发生一件大事 要猜猜发生什么 OK 2013年3月呢 就是 大概有将近60座的天线呢 送到 答案已经跳出来了 送到天线应转中心 那 为什么要送这么多 而且摆得这么紧 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去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那一个 那一年呢 奥马必须要 在某种程度上要完工 为什么3月呢 因为日本呢 大家知道日本怎么算年的 日本的那个所谓会计年度就是 是从3月到3月 4月到4月 所以3月是他们的年底 他们的预算政府要求 2013年3月给我完工 所以呢 大家就赶快把天线都盖好送上去 然后来一个启用典礼 那我们也有 就是国内有派这个代表去参加 包括中文院听闻所的所长 还有国科会的代表 那这边是总共有十几面国旗 各国的 这个参与国的国旗 OK 所以这是2013年3月 那当然我们继续让他走 他还要继续工作 OK 好继续搬 好的 你现在看到天线都上去了 上去 然后你会发觉说 他现在开始有点不一样 你看到什么 里面的天线好像不见了 跑到外面去了 有没有 跑到外面了 好 我们停在2014年的10月 你发觉的是 这个中间的这些天线都不见 他跑到周围去了 跑到这些外面远的地方去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 为什么天线都被搬到这些地方去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阵列 或是说 为什么一个望远镜里面包含 这么多小小的望远镜的目的 这个是 这场演讲 唯一的科学是 就是这一张 望远镜的解析度 所谓望远镜的解析度就是说 你拿一个望远镜 拿一个所谓 像放大镜一样 你要看多细要看多好 OK 那我们通常用一个角度 解析角来表示 所以你要看得越精细 就代表怎么样 代表这个角度要越小 就代表越精细的这个结构 那这个望远镜的 你看得多细的这个能力呢 跟主要是跟这两个数值有关 这两个数值 一个是你观测的波长 一个是你镜子的直径 镜面的大小 所以对于固定你要看 假如说毫米波一个毫米来说 如果我要看得越精细 就代表我的镜子要做得越大 对不对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镜子盖很大很大很大 因为盖太大是太重了 撑不住撑得住转不动 你就没有办法看很多地方 所以呢就有科学家想到 用所谓的干涉仪或是望远镜阵列 也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所以利用很多望远镜呢 它们相连的效果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大口径望远镜的效果 所以这边这张图呢 是这个very large rate 大超大超大震力 这个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以这个做例子 因为它这个形状蛮好的 所以它有刚刚提到的 它有这个二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边有什么叫 九对 九三二十七座二十米的望远镜 但是当它这样子排开的时候呢 它可以达到的所谓解析力的效果呢 其实就相当于这么大一个望远镜的效果 OK 那所以这边大概就是两百两百 这样大概就是好比说 五百公尺直径的望远镜的效果 那你看到这些望远镜 为什么排成这个排降这三个 像一个Y字形呢 你仔细看这下面有什么 这下面是有轨道的 所以它其实跟Alma是一样的 这些天线都可以被移动 OK 所以当你要把 你想要得到更好的解析力的时候 就是你要把这个镜子怎么样 做得更大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你的望远镜呢 利用这个轨道呢 把它再往外面拉 再往外面拉 OK 甚至把它放到很远的山上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放到十几公里外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天纹或是其他很多领域都有用到的 利用这个干涉的效果呢 让你的望远镜呢 有一个更强的这个功能 就是让你达到更好的这个解析力 所以Alma呢 它的计划是 好 这个是假的 大家可能看得出来了 它这个计划是最终呢 要把这个天线呢 散播到可以 矿展到这个十八公里的浮地之内 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些天线呢 就被放到十八公里 就被放散开来的 十八公里是多 多大呢 所以以台北市为例 大概就是整个大台北 你看从星殿到北头 这样一个直径十八公里 然后把这些镜子放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你就好像有一个台北盆地这么大的 一个望远镜在看天体 那在这样的直径以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Alma正列的这个所谓刚刚的解析力呢 是叫做0.005角秒 OK 我们待会再讲角秒是什么 那但是哈勃望远镜 大家可以听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太空望远镜 可以看可见光大 光外光 它的最佳解析力大概是0.05角秒 所以Alma最终呢 可以达到它的十倍好的解析力 可以看得很细 好 那0.005 0.005角秒 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 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对不对 那就是呢 你今天走到台湾的南边 肯定好了 然后呢 你回来拿一个望远镜看101上面 就是0.005角秒 OK 你看不到铜板里面的字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颗 如果你放两颗铜板在这边 你跑到肯定 拿一个望远镜看101上面 那边有两颗铜板 那是你可以看得清楚的 OK 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 用这么好的解析力呢 我们到底要看什么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想看到是这个 其中一个就是 恒星是怎么形成 然后它周边的这个 行星系统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我们很快的先给大家一个 就是一个图像说 恒星是怎么形成的 那在这整个过程中 主要就是还是靠重力 重力的牵引或是吸引呢 让那个物质呢 能够一直聚聚聚到很高的密度 然后最后呢 产生这个恒星 然后再产生这个核融合的反应 那在星际空间中里面 主要是有很多充满了气体 和尘埃的所谓分子云 你看起来可能就像天空的云那样子 一团一团的 那由于受到重力的这个吸引呢 分子云里面呢 就可能会产生更比较更密一点的云团 甚至更密一点的所谓云合 那这些东西呢 他们当他们这个致密到某一种程度呢 就开始就开始发热 因为这些重力就是掉进去呢 它释放的这些能量呢 就开始加热这些云合 那最终呢 他们可能会成为恒星 好所谓的 早期的这个恒星之前的前身就是 所谓的圆恒星 就Protostar 然后变成恒星 那在恒星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什么 可能会看到周边的气体呢 会环绕着这个恒星 然后同时一些掉进去 掉到恒星里面 同时另外一些流下来呢 最后可能会形成这个恒星 跟行星的系统 那我下面放一个这个影片呢 这个是 美国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他们制作的一个这个影片 那这个是根据这个 这个哈勃望远镜他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猎户座星云 来 他主要是 这个哈勃望远镜看到的这个影像呢 他们把它想象做成3D 那他在讲的是说这个 这个是猎户座星云里面的这个云气 那这个这个星云里面呢 有四颗这个 四颗很亮的星 TRAPECIAN STAR 那他这四颗亮星呢 非常亮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很强的这个紫外光 把附近的这个气体都游离 那你看到后面这些一团一团呢 很多呢 OK 都是要形成新的恒星 有一颗恒星在中间 旁边有一环 看到了吗 然后呢 这周边呢 有一个泡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边这个很亮的星星 把附近的气体游离 然后绕着他进去一个 好像吹出一个泡泡来 所以这一颗一颗泡泡里面 都可能是有一个新的恒星在形成 好 TRAPECIAN STAR 看到其实是2D的 那他是根据想像 还有一些实际的资料 然后把它换做3D的影片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去YouTube应该也找得到 所以他就把这个图像转到 从这个地球方向看到的 那这样子退出来这个镜头 可能有些人就蛮熟悉 是这个阿伯仁已经看到了 这个烈霍座星云的图像 那我这样主要要秀的呢 就是我们对烈霍座星云有一些了解 然后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恒星的周围会产生围绕在恒星边边的 所谓的这个云气吸机盘 OK 那这些呢都是哈勃我已经看到的 这个年轻恒星的影像 那在这边想要请大家看的 不是中间的年轻恒星 而是不仅仅中间 还有旁边这一圈黑暗的影子 那这个影子呢其实是这些恒星在 譬如说在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烈霍座星云的云气里面呢 云气本身因为受到那些紫外线游离 发出了一些光线 那这些光线呢 在走向地球的时候呢 如果前面有一颗年轻的恒星 你看到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黑的地方代表什么 代表那个后面的所谓背景光被遮住了 那为什么被遮住了呢 因为这个年轻恒星的周边呢 就是有物质包在外面 挡住的那些光 那这些物质呢 其实就是围绕在恒星周边的那个 圆就是所谓的拱星盘 那你看到的是影子 所以如果你今天 今天你看到我这个手的影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只手 里面是什么呢 是活的手还是死的手好比 你没办法分辨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的是 你要能够看进这里面 看进我手里面 有没有 诶 血液有没有在流动 才能告诉我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 真的能够看进去呢 就没有办法靠 像哈伯王眼镜这样子 看影子的方法去看 那这边这个都是在这个 烈护座星云看到的这些盘子的影子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盘子 这边这个星星的星光 从上面露出来一点点 那其实除了在这个 烈护星云呢 其他不同的这个云气里面呢 像这个所谓TAU 这个是Taurus 金友座里面的这个 年轻人星附近 你看他的这个 星星中间 这边也有一个暗的这个 暗带 这个呢 也就代表这旁边呢 其实是有一些东西 环绕着遮住了星光 OK 所以这些物质呢 其实就是绕在这个恒星周围的这个气体 所遮蔽的可见光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呢 是说在这些气体里面呢 星星的种子是什么东西 它怎么样开始长大 它是什么时候发生 如何的长大 那长大以后它的成分是什么 可不可以变成地球 还是变成木星 还是变成什么 那然后呢 这样的过程要经过经历多久 然后会怎么样结束 这都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 它的起始状态 它的终点 会不会有一个另外的太阳系所造出来 那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些过程 我们就要是要研究 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拱心盘 我们叫做Circumseller Disc 就是回绕在 环绕在星星旁边这个盘子的 西部的结构 那这个拱心盘 你们可能会听到 我待会或许也会用不同的名字 有时候用西基盘 代表它有些东西会被吸附 累积到星星上 有时候要叫做圆恒星盘 因为它是环绕在这个年轻恒星 有时候要叫做圆行星盘 因为我们相信它会形成星星 那大概这几个名词代表的是不同的阶段 但是都是这个年轻恒星周边这个盘子 好 那你如果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奥马说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距离地球最近附近的 这个恒星形成系统的 里面恒星怎么形成 行星系统怎么形成 这张图是一个全天红外线的图 那它被转了转得到 这是一个叫做这个 日本这个Akali Satellite 这个卫星所拍的这个 这个呢代表的是天上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银河盘面 这边是这个银河系中心 好我们这样绕 我们可以看到银河这一圈 那这边有标出来几个 比较接近地球的所谓的恒星形成的区域 这些星云 包括像是金油座 像是木夫座等等 那你看到比较近的 大概它们距离 距离我们多远呢 距离我们所谓的130 140个 所谓parsec OK 那一个parsec是什么 就是大概是3.26个光年 OK 好就是 那这个就代表它离我们多远呢 大概离我们450光年左右 OK 就是光速parsec在我所谓 黏 OK 那 那在这么远的地方 OK 如果我们说 有一个东西 它在一个3.26光年呢 然后它的这个尺度 大概距离是一个AU 一个AU就是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你把一把尺 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这把尺 放到 一个parsec 就3.26个光年这么远 这样看到的这个角度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视角的一角秒 好 一角秒就是这个圆弧有360度 一度有360 一度有60分 一分里面有60秒 OK 所以就是三千六百分之一度 OK 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角秒的概念 好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Taurus 这个金牛座呢 它在我们距离140个pcparsec地方 我用0.05个角秒这样子的解析度 能够看这么细微去看 OK 就代表我可以看清楚什么 看清楚7个AU 7个这个天文单位的这个 这样距离的尺度 如果是用0.005个角秒 在140个pc看呢 就看到大概是0.7 差不多就是你就想像就是大概一个AU 一个太阳到地球距离 OK 所以就代表这个最近最近的东西 我没有这样很好的解析度看 我最清楚大概也只能看到一个AU 这样距离的东西 OK 所以其实还不够 真的还不够 我看不清楚一颗星星的大小 我只能看到它跟地球这中间 可能整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用高解析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望远镜搬到这个很长的这个基线里面 好 那我刚刚没有解释的是说这个基线什么 基线其实就是天线之间两两的距离 所以我们刚刚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天线放到一个18公里的腹地 那刚刚说在这个2014年10月呢 最后天线摆出来呢 大概这个腹地就是15公里 也就是你今天我们这个镜子呢 大概就是15公里的这么大小的盘面这个镜 所以还没有完全到台北盆地 但是也快要了对不对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最好希望至少是18公里 那透过天线摆成这么样子 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解析度 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是 又要冲来一次 好 这个是阿玛天文台 在2015年4月7号 也就是隔了大概快要半年以后 发的一个新闻稿 因为他们把所有看到的这个影像都放出来了 所以包括呢 在这个2014年10月左右呢 他们做了一个所谓长基线 就是把望远镜放得很远很远 然后的一个这个观测的这个活动 那看了主要几个天体 包括这个 这个小行星带里面的这个小行星Juno 他好像是第三大的这个小行星 你看起来其实还是一团 OK 那你要上网去看呢 你可以 就因为我没有成功 就是他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这个短片 你会看到他这个形态 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一个正元的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有形状的东西 一个妥长型 你会看到这个呢 东西会转 所以呢 你就是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 你就会发觉说 你可以透过阿玛就会看到这个小行星 他在这个运行的时候的转动 那我们待会会再回来讲这个HLT 那另外看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重力透镜系统 这个SPD 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星系 那因为我们看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天体这个 在我们跟这个星系中间呢 有一个更重更大的这个星系 那他在毫米波并不发光 可是呢 因为重力的关系 当光射向我们的时候呢 这个重力就 这个J团星系的重力就好像是一个透镜的效果 所以光都会被曲折 所以同样一个东西可能一点 看到我们眼睛里面 因为光从这边也来 从底下也来 就好像一个透镜在聚光一样 你看到的呢 就好像有一圈 OK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提的 还是这个中间这一个HLTOW的结果 所以HLTOW 为什么叫HLTOW 那他其实是这个 刚刚讲是金牛座Taurus这个星座里面的一个 恒星形成这个Taurus Molecular Cloud 金牛座分子星云中的其中一个天体 那这个就是有从ABCD开始算 那这个其中一个天体 其中一个星星HLTOW 那他这个刚刚提到这个Taurus距离 我们大概是140个parsec 或者说450光年 那这个星体呢 这个从这边看到这个是一个HST的 就是哈勃黄金的这个合成图 你看到这个天体附近 其实有很多的云气 那其实你看到 有些云气是被喷发出来的 我们也知道有些云气是掉进去 那如果我们把Alma往里面看 看到里面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知道 目前知道的是 这个中间这个星体呢 大概是一个很像太阳 或是将会成为一个像太阳的恒星 它的质量呢 大概就是0.5或是一个太阳质量左右 那根据它的亮度 还有它的整个附近气体的温度呢 大家估计 先前的估计至少 是这个天体呢 演化年龄大概不超过100万年 OK 那这个是HLTOW 那这附近还有其他的天体 其中包括这个南 西南边 还有另外一个天体 好这个天体你如果仔细稍微 你看一下 其实跟刚刚那个Hubble王已经看到 那个猎户座星云看到的东西 其实很像 因为呢就是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恒星 这边呢也是一个暗的 暗的这个暗带 其实也是一个恒星 旁边有一个盘子遮在那边 然后呢 它的光从这个恒星盘的上下散发出来 另外还可以看到是有东西被喷发出来 像刚刚那个电影里看到的 那我们今天没有讲喷发那部分 我们回到这个 所以这张图呢是 一位韩国人 他那个时候在 也在伊利诺大学 他用了 刚刚用了一个望远镜 叫做这个 Karma Combined Rate for Research in Millimeter 位于Astronomy 就是毫米波天文研究的 这个Combined合成的阵列 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加州理工学院的 那个 的那个 Owen's Valley的Millimeter Rate 跟那个 伯克莱伊利诺 马里兰的 那个BIMMA 阵列两个合并 因为就跟现在的商业竞争一样 就是因为Alma已经要起来 然后呢 钱都往那边走 所以呢 一定要透过并购 把你的饼做大 才能够做你的Science 所以那两个望远镜合并 就叫做Combined Rate 在2011年 他们这位 Kwan 利用了这个Karma 观测HL 他发表的论文 你看到的是这张图 也就是 这张图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量 暗之间代表其实是这个 就是 或是这个不同的颜色代表 其实就是你看到这个 亮度跟暗度 那这个亮岸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大约是毫米 或是是比毫米小 次毫米波尺度大小的什么 星际空间中 云气里面的 这些尘埃分子 所发出的光 那这个光是在毫米波 透过它们本身的热度 所发出来的 毫米波的热辐射 所以你看到月亮 通常代表 要嘛就是这边的气体 比较多 所以你看到光比较多 要嘛就是这边的气体 稍微热一点 所以你看到它比较亮 所以你看到的是 就是有一团在这边 一个叠 好像有点长的 这个像可能是叠状的东西 中间是那个恒星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2014年 刚刚大家已经看过了 所以呢 阿玛看到的是什么 在这个盘面上 因为高解析度 刚刚讲这个0.035 0.035角秒 这个解析度 我们看到那一团 看起来好像很平滑的东西 其实不是 它中间充满了结构 包括中间 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个年轻的恒星 它呢有一些 一环一环 有亮的环 也有间隙暗的环 然后有时候好像这一块 好像还特别 一块比较黑的地方 这个尺度大概是什么呢 大概是100个天文单位 这个长度 OK 那这个观测刚刚提到 是0.035个角秒 所以大概对应到 是比0点 刚刚讲0.05 是7个天文单位 这边是大概5个天文单位 OK 那 木星的轨道 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 很细微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0.005 好吗 但是这个 比起这一个 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那把它跟太阳系比较呢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日本的一张 他们的这个 网页的一张图 这个是HLT 把它跟太阳系比较 太阳系比较 OK 所以最外圈是 海王星的轨道 所以你看到这些 结构其实非常大的 OK 非常大 地球 是在非常里面 非常里面 一格一物是在 完全在里面 所以我们回到太阳系 我们想想太阳系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太阳系有这么多行星围绕着这个太阳转 我们从太阳系的观测呢 我们知道说 行星大份的轨道呢 几乎都在一个平面上 除了这个现在已经被叫做 不是要做行星的东西 OK 海行星 大份呢都在一个平面的轨道上 而且呢 大家都绕着同一个方向转 这让从前的先知先显呢 就提出了这个假说 假说就是呢 太阳系的现况呢 应该反映出当初的初始条件 应该是一团旋转的云气 受到重力的迁移 然后呢 变成扁平状最后形成了这个中央的恒星 跟周围的这个行星系统 所以跟我刚刚前面展现的那个图 或是图像 其实大概就差不多 那当然我们后面 后来也是根据先前的这些 再进一步的这个就是改良的这个OK 那这是太阳系 那上个礼拜其实孙老师有讲这个 寻找外星系 太阳系外的行星的系统 透过各种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看 你可以直接看它亮度的变化 看它亮度的变化 或是看这个星星在动代表周围有东西牵引 或是看星星在动的速度代表有东西牵引 或是看到星星的亮度变化代表有东西遮蔽 或是直接可以看到这个行星在旁边发的光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 不仅仅有太阳 不仅仅太阳系有行星 很多其他的恒星周边也有行星 这个是行星被发现的这个数字跟这个年份的关系 从这个早在1989年代到90年代只有几个 后来又透过刚刚提到各种方法 发现的数字越来越多 到这个2014年就是这个科普勒这个任务呢 发现了非常多 透过所谓的就是眼星的这个方式 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行星 远绕在恒星附近的行星 那在网路上大概就找到这样图 就怎么找找不到2015跟2016的图了 后来发觉他们大概也懒得做了 因为后面的东西基本上全部都是被这个 这个Kapler所定义 这都是Kapler发现的 所以我就去那个database 然后请我们的同事帮我画一个图 所以这个是每年发现的这个800个 然后2015年Kapler没有发表太多的新的资料出来 2016年今年一下又冲得更高了 冲到了一千多少 一千三百多吧 对 所以迄今我们已经发现的系外行星总数 根据这个database 这个资料库已经超过了三千两百多个 你想像说所以到处都是恒星 然后它的周边到处都是行星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图像大概是没有错的 恒星的周边有这个盘子 盘子附近会发生会产生行星 这个行星呢 它的存在呢 因为它会如果旁边有原来的云气跟成来 一旦行星形成了以后呢 它的周边就会被清空 为什么 因为太接近的就被它吸引进去 那离它远一点的人呢 会受到它的牵引就绕着跑 所以呢 就会形成像这些裂缝 那这张图呢 其实是2002年 就是你如果去参加这个科学研讨会 在讨论Alma科学目标的时候 大家都会常常秀这张 这个是一个理论的图 理论计算想象出来应该会看到 有一个年轻的恒星在中间 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形成的行星 旁边的盘子中间有裂缝 哇 Alma 就看到了 对不对 年轻的恒星在中间 这旁边的盘子中间有裂缝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个 所谓意外不意外 这是个意外吗 好像对天文学家来说 这不是一个意外 我们早就知道 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 大家非常高兴 而且这个图好像比这个图还要再漂亮 因为结构更多 所以感觉上大家不是很意外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天文学家知道一定会看到 但是呢 故事并没有这么样的简单 OK 这张图呢 显示的是同样的 这个恒星形成跟行星形成的图像 OK 星星 云气坍缩 然后呢 产生盘子 盘子呢 产生行星 行星去刻画出这些裂缝 最后云气跑掉 然后剩下行星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的呢 是这两个东西 这边标出来 这个时间尺度呢 大概是10的5次方到6次方 就是几十万到100万年 才能够达到这样 这边呢 至少要从100万年起跳 甚至到1000万年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 这是理论目前 或是说先前的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 才能够让行星形成冰刻画出这些裂痕来 可是如果你还记得 刚刚那HL淘他的年纪呢 不到100万年 所以行星形成的时程 如果他是行星造成的呢 那行星太早形成了 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有 到目前这样一年多来 已经有近百篇的论文呢 在研究 到底这个行星 HL淘这个原行星盘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意外不 有没有意外啊 实在是太意外了 OK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 或许真的是行星在里面 这个是一个 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或是说至少在观测后 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知道会发生 可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刻 在这么年轻的系统里面 就会发现这样的盘子 有这样的形态 这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所以实在是太意外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 或许真的是行星在里面 好 这个是一个 我后面现在来展示给各位看的 就是说原行星盘环状结构呢 有很多刚提到 有近百篇的人 很多人大家 都捷径心思来看能不能解释 那这边就举几个例子 这边这个是在一个皇家天文学报 在2015年所 这个年初所发表的 他们是把这个原行星盘里面 就放了所谓的 叫做巨木星 就是它的这个行星呢 已经存在了 它可能是好几个木星质量 在他们这个特别的论文里面 大概是五个木星质量的一个星体 放在里面 绕着这个盘子跑 绕着这个中央的恒星跑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云气 有气体有尘埃 你看到气体的分布 看到尘埃的分布 在电脑里面模拟 然后呢 根据这个模拟的结果 如果我用阿尔玛看 会看到什么样子 感觉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看到的是 如果它的恒星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叉叉 对不起它的行星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中心呢 是恒星的位置 所以呢 根据因为这个行星的存在呢 所以这边没有意外的被挖出了一道裂缝 可是呢 在外圈呢 它只有放一个行星 却也可以挖出一些缝来 就是在你观测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看到一些缝 可是这边并没有恒星喔 所以到处点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缝 并不一定真的就有行星在那边 那在这个情况下 一个巨木星呢 它可以至少割出两道封来 OK 所以 你看到这个HLtau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像这样的恒星呢 似乎不一定是 那有人就说 那我们去看看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巨木星 好了 这个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HLtau这个Alma观测之前 没有人去用红外线去仔细看那么深 这个观测出来 发觉有这些 就是这些裂缝以后呢 突然大家觉得 哦 可能真的有巨木星在里面 所以我们才看看能不能看到 所以这个天文物理期刊 这边发表这边论文 是用红外线去看 它呢 把这个中央的那个恒星的光遮掉 看看旁边有没有亮点 好 那这个蓝色的圈圈就代表 那些HLtau看到裂缝的地方 结果呢 发现说没有真的有什么亮点的地方 没有巨木星 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看得到 因为它会发热 它会发光 那先前大概十年前呢 有人说这个位置有一个巨木星 他们观测也说没有 好 所以HLtau如果裂缝是行星造成 那应该不是所谓的就是巨木星 就是好几个木星质量的行星所造成 那有人就说或许是一些比较小的行星 它可能是0.2个木星质量左右 大概从0.1级到0.5级 我就放个两三颗小的行星进去 绕着它转 然后把气体放进去 把尘埃放进去 然后模拟说 那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篇文章 天文物理期刊 在2016年初所发表的 他们放了三颗进去 应该是这边这边这边 果然割出这些缝来 然后他说这个东西跟观测到的很像 那下面这一篇呢 是另外一篇文章 是这个2015年年尾发的 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里发的 那他们也是在用电脑模拟 然后呢放进去三颗 质量不完全一样 假设的条件也不完全一样 也看到了 所以这个是实际观测到的 这个是它电脑模拟出来的 有没有很像 很像 一个 两个 三个 也是三个缝 但是有一些细微结构 并不是完全一样 可是这一篇其实也有一个像这样的图 我就没有放了 但就是要告诉各位说 他们都宣称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像 但是我们放的物理可能不完全一样 我们放的参数可能不完全一样 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们还是不知道 也有人说 谁说一定要有行星在那边呢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派的解释 这个文章是发表在天物理期刊 跟自然期刊上面 他们说周围的气体呢 跟这个尘埃呢 会因为这个恒星 所以有一个不同的加热 有不同的温度分布 离得越远 当然就越来越冷 那在不同的温度呢 气体里面的这个分子呢 就会从气态呢 结冰变成固态 吸附在分子尘埃上 那分子尘埃的表层呢 我们其实在星际空间的这个研究里 已经知道 它是充满了这个冰的结果 就是包层都是冰 就好像彗星一样 外面都包了水啊 包了液氧化碳啊 甚至包了什么 ammonia 等等要素 然后所以呢 当这个他们就计算说 这三个裂缝 这个细缝的地方 如果照这个温度的结构算过来 正好是对应到什么呢 对应到水 对应到这个尿素 对应到一些水合物 它们呢 结冰的位置 所以呢 在这些 这个盘面的气体 跟这个尘埃中 这几个位置呢 突然很多东西都凝结起来了 从气体凝结到这个 这个尘埃的表层 就结冰 那因为他们结冰呢 在这个尘埃在这个移动的中间呢 还会互相碰撞 因为结冰呢 你有没有碰过冰箱的冰 一碰有时候手会怎么样 黏上去吗 它其实不完全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些表面有这些物质呢 它们碰撞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吸附黏在一起 所以呢这附近的这些 可能本来是细小的尘埃 因为这些结冰的状态呢 所以黏得更快 长得更快 所以突然就长大了 OK 它们突然长大呢 就不再是那么微小的毫米波的颗粒了 而是更大的颗粒 像石头一样 就可能几公分了 甚至或是几公分 那因此呢 它们在毫米波这边的发的光呢 就变弱 所以你看到呢 就变暗了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用行星的存在 我可能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些地方有裂缝 OK 好 所以刚刚提到了这个 实在是太意外了 真正的机制是什么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那么几十篇近百篇的论文还在讨论 那每一个理论呢 可能都有它推测的能力告诉你说 既然如果是这样子 我还应该要看到什么样子的现象 那我们可以用进一步的观测 来去验证 到底最后哪一个理论是对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问题呢 还要等待我们去解答 我们知道八点半对不对 好 那我们后面还有好几张 我想我可能挑一两张 挑几张跳过去 好 这个是上次孙老师有提到的这个 这个叫做北洛诗门吗 非常好 它是一个这个行星的拱星碎屑盘 这个是在HST 哈勃王已经看到 中间有个星星 我们把它遮掉 会看到旁边的尘埃的这个散射光 这旁边有一个环 那这个环呢 旁的仔细你去看呢 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光点 它会发光而且会移动 这个是首先之一的这个 我们人类能够直接看到 环绕在一个恒星附近 透过所谓直接 侦测到这个行星所发出来的光点的观测 那这个是哈勃王已经 那这么有趣的星体 当然天体阿玛也要去看一看 跳过去 所以这张图是一张和弦图 左边这个浅蓝色图 其实跟刚刚那个哈勃王已经看到一样了 是一个尘埃的散射光 尘埃的散射光像什么 就像是你现在看任何东西 它的光是透过其他的光源打到反射 或是散射出来的 它不代表 它不代表那个物质本身真实的分布 就好像我们今天看这个表面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厚 如果我只看到上面的话 那你真的要看就要看穿透它 那这个陈埃所发出的这个四毫米波的光呢 是你是可以没电了 是可以看穿透的 所以呢 这个是阿玛看到的 他没有时间看全部 所以只看了一半 那他看到的是告诉你说 尘埃的分布果然是像一个环状的 那同时根据理论的推断呢 这个环状呢 它的这个边际如果仔细去推就的话 是非常尖锐 它不是这样子很拼花的 是突然就没有了 那从这样的分布呢 他们推测 不仅仅也要看到这个边有行星 而且一定要里面有一颗 外面有一颗 同时围绕在这个系统里面 才能够做出这样子 突然这个尘埃的 能够分布这么 边界这么尖锐利的这个的情况 那很快 再提到这个赖世平老师的 在清华大学赖世平老师的团队 在这个阿玛天文台 也有一个新闻稿 在这个2014年初 他们是观测到 其中一个最根据气体的这个运动 相信他们看到的是最年轻的这个圆恒星盘 那 OK 我们跳掉一些东西 好 这个可以稍微提一下 那有很多拱星盘 就是年轻附近的云气 其中呢 在这个2015年4月18号的这个天文台的新闻稿里面 发现的是说在这个拱星盘里面能够看到像什么CH3CN 一些复杂的有机分子 它分布的位置呢 刚好就是在我们这个地球这个 应该是说太阳系里面 比如说谷博带的这个距离 那这些可能跟这个后来会形成会形 那然后呢 又可以带有机分子 是不是就是跟地球的系统很像的 这个也值得演讨论 好 最后这个是最新的 这个是2016年3月30号阿玛天文台新闻稿 它是看了另外一个圆形星盘 好 那它也形成这个同心环状结构 这个系统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H12套 你看起来是斜斜扁扁的 那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圆的 可是它是 它有倾斜 所以我们看过来是不是正圆 这个系统呢 它对我们来说 几乎就是从上面看下去 所以看到直接看到就是像正圆 那它看到的就是有缝 其中外面有两圈 中间还有一圈 对应到的距离 大概就是地球天王星跟女王星 所以很有意思 是不是真的 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附近里面的行星呢 这是可以有待期待的 那它的好处 为什么可以看到 看到里面这个一个AU 这东西看那么清楚呢 它比H12套近了一半 它的距离是大概53个 H12套是140 所以看了 同样的解析度 我可以看得更细一点 另外呢 它没有那么意外了 它有恒星 恒星在 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的年龄是1000万年 好 我们刚刚讲要好几百万年 那这个可能 在很行星的形成的这个理论上 或许这是可以接受的 好 我最后带一带这个台湾在这个 奥马计划的贡献 我们有跟这个工业界合作 然后就是譬如说负责这个天线里面的一些 仪器的这个组装 所以这个是在台湾 把这些所谓的接收机 放到这个冷冻箱里面 然后测试完 然后送到支离去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中科院也有建造 这个所谓把那个冷冻箱 要装到天线上 可是天线在5000公尺怎么办呢 放到一个餐车里面 这个是天线的餐车 但是如果你看到飞机场的那个餐车 就是长这样对不对 但是这个要在5000公尺运作 放到那个这个车子里面 运送车里面 然后呢 车子开到5000公尺 天线的门打开来 把刚刚那个圆圆那个东西放进去 另外一个可能要维修的换出来 车子的开下来 你就不用把整个天线搬下来了 所以我们盖了两台在上面 这个前段系统维修车 所以这个是 你看到这个车子就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是他们可能平常只是 因为不是天天都用嘛 所以总是要每天跑一跑 对不对 不然车子就没电了 所以这个车大概长这样 我就跳过去了 那这是台湾盖的 证明在哪里 在这里 OK 所以这车子有两台 一台叫做梅花 另外一台叫做蓝雀 所以一个是国花 一个是传说中的国鸟 好像不是官方认证 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国鸟 OK 所以这个车大概长这样 所以上面都有标 一个就是梅花 另外一个车子我没碰到 所以就是蓝雀 OK 好 孙老师说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3000公尺 所以我还是秀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观测市长的样子 OK 所以上面有一个萤幕显示的是 上面实际5000公尺的天线 那底下一次运作的时候 大概就要有五六位操作员同时 来这个运作 那这个是排班表 所以看 我的名字在这里 OK 女胜元 OK 好 这是班表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轮班 他基本上有一些操作员就是三班制这样子 那天文学家一样也是三班制 那每一次操作员大概就是两位到三位 天文学家至少两位 所以平常同时至少有五位 那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抬头可以看到 你认为5000公尺发生的事情 OK 好 所以我们来愉信一下 所以这个是你走到办公室外面 就会看到还有很多很悠闲生活的动物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只驴子在吃草 所以他完全不怕人 就在办公室外面 成年晃来晃去 而且你看这种地方寸草不生 他们吃那个就够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吃什么 但是吃得很高兴 看起来都干掉了 就一直咬 然后 不高兴就走了 换一个地方继续吃 你看后面还有一只 好 应该几乎就是尾巴了 最后一点点的广告 那个今天讲的内容 其实有一些东西 我们在天文所有这个季报 2015年去年秋天 有一个这个Alma的这个专刊 就是有提到 刚刚讲的HLT 然后还有一些大学老师参访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科学研究的成果 那2013年冬天呢 有先前有一个季报 是专门介绍这个恒星形成 那其中也有这个我们所里面 介绍恒星形成的过程 还有这个CG盘 两位博士有研究 年轻的博士有研究 这个严世伟博士 还有这个汤雅文博士 他们做的一些相关研究的介绍 那这个 这些机器盘最后呢 可能形成太阳系 然后周边还有这个尘埃 剩下的尘埃 或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古博代这些星体 或是彗星 那研究这些小星天 太阳系的小天体 像我们中央院有这个TAUS TAUS这个project 这个计划 那在这个今年 就是这个春季 里面也有介绍 所以呢有兴趣可以上我们天文所的网站 那今天有带几份来 算是应该我知道说好像问问题的人 可以得到一支紀念笔 所以我们就加码送这个 送这个海报 好 这个就是尾巴了 那个 所以最后就想提一下 所以Alma 从2011年开始就进行了这个科学运转 2013年正式的 算是正式启用 那但是继续进行这些初期的科学运转 那刚刚有给一些范例说 OK我们在许多领域都有很好的成就 甚至是革命性的 像刚刚H2TAUS 真的是革命性的这个结果 OK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意外的发现 到底是意外还是不是意外 不管是不是意外 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因为这个科学的研究 就是要去探索我们未知的东西 那也是Alma会容易的方向 那让我们就期待更多的意外 好谢谢各位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